谢谢刘水姐 谢谢陶渊富华姐 欢迎大家 小秦秦今天好棒哦 今天 我以为你也打操字了 我以为你说你看不着 我说有正脸 十三音乐清风 下午好 感谢小秦珠 感谢优户四三明 欢迎大家 欢迎 小秦秦这就有正脸了 因为今天风太大了 风太大了 所以镜头晃来晃去的 一会儿往上 一会儿往下的 欢迎新年周见的姐姐 欢迎大家 咱能点灯牌的姐姐点个灯牌 好了好了 调整过来了 镜头我给调整过来了 不知道啊 我也在整啊 我也在等啊 谢谢我性格包扫姐 我性格包扫姐 是最公平的 对吧 谢谢我红叶瓢小姐 谢谢 对呀 今天的小奇迹呀 那肯定的呀 我就在现场 我刚出圆 那肯定是今天的呀 谢谢墨上言语姐 墨子晚上好 嗯 我就感觉小奇迹可棒了 她坐在这里吃竹子 就感觉她可棒了 雪荣花姐 下午好 感谢我荣蓉姐 谢谢 欢迎大家 是吧 可爱吧 坐在这里吃着火 然后今天奶爸还给她喂窝窝头了哈 今天 奶爸给她喂窝窝头了 今天的 今天的饲养员不是王奶爸和狼奶妈 是一个年轻的 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奶妈 奶爸 然后今天吃窝窝窝头了 大家一会儿就能看到她 回头就能看到她吃窝窝头了 是啊 不但 窝窝头来了 窝窝头 奶爸手里拿着窝窝头来了 谢谢我莉莉姐 谢谢 请问言许姐 下午好 奶爸在那里在哄着小奇迹在窝窝窝头哄着她 适应的不错 对 适应的还不错 然后 但是我何其 小奇迹吃窝窝头不是要一小块一小块半碎的吃吗 这样一块给小奇迹 她吃完了没 但是 看小奇迹的动作应该是吃完了 对对对窝窝头也吃了 刚开 刚开 嗯 可可爱爱 刚开哈 所以我都可就拿了她一块小奇迹那两口给她吃完了吗 那么快的吗 谢谢阳光明微博 谢谢实验 放心好了 没错过多少 放心好了 谢谢中国龙 感谢我 感谢我家的 我家的柠檬 谢谢可可爱 谢谢2077 谢谢我家的柠檬 谢谢 谢谢群 中国龙晚上好 那么大一块窝窝头 就那一会儿的功夫 然后就干完了 不辛苦 不辛苦 应该的 看到小奇迹 每天就是精神抖擦的 我自己 只要一看到小奇迹 我就精神抖擦的 呜 辛苦 随心一点 向我好 看小奇迹炫得多欢 感谢这具手 欢迎大家 欢迎 谢谢雨天 谢谢金鸟 帮不帮 是不是 小奇迹 酷帅吧 那么大的窝窝头 也很快就吃完了 不讨论其他的 先看小奇迹 因为每天的小奇迹是 他的动态是最让人关注的 嗯 我家的小柠檬 下午好 感谢山山入水姐 欢迎大家 哎 对 看到小奇迹 看到小奇迹是最让人开心的一件事 好的 七月 好的 好的 都难冲啊 嗯 行行行 风姐姐 那这样的话明天就能看到了 明天就能这样了 摇头晃脑的干饭 哎呦 我的天 哎 你这种钢的 硬钢的 奶爸给他递窝窝头 他趴在那里吃窝窝头 你没看着吗 硬钢的 八三九五 我不讨论的是 不讨论的是 先看小奇迹 先看小奇迹 先不讨论其他的 实在不行 等你先讨论完 然后再看小奇迹吧 七月合夜 谢谢 不知道啊 我也在等 我也在等小奇迹 要是什么时候出关 那不肯定更好吗 今天都第五天了 平平姐 下午好啊 对啊 吃了窝窝头 然后吃了竹筍 吃了窝窝头 然后又炫了这个竹子 不行 今天的光线太强了 要是光 要是它是阴天的话 就能拍得特别清楚 今天光线太强了 全是太阳光照得格外的强 它就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里面的光线可好了 然后看得可清楚了 谢谢佳佳 好人姐姐下午好啊 刚刚奶爸给他拿了那一大块窝窝头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 那一大块窝窝头 小奇迹一会儿的功夫就给他炫完了 然后又拿着竹子 能看出来是吧 能看出来他放松是吧 好人姐姐下午好啊 谁说他没有小竹竿带的竹叶 谁说没有的 奶爸拿进去的我们都看着了呀 谁说没有的 他只不过是小奇迹 将这个竹子给拿到这个门口来吃了 但是小带竹叶的那个竹子 他都在右边 放到右边去了 小奇迹没拖过来 谢谢雪兰花姐 谢谢 感谢吴京的拉格朗日 欢迎大家 谢谢阳光美媚波姐 谢谢 欢迎大家 因为带叶子的竹子不好拿 他拿的是这个竹子的部分 拿的是竹竿的部分 拿过来 然后坐到门口吃的 对呀 吃吧吃吧 中国下午好啊 这是主食啊 这是 很惹人喜爱是吧 小奇迹爱吃的 没看着 就是说小奇迹在隔离期间 他们的总结 专家的总结就是 小奇迹喜欢吃竹竿的部分嘛 因为竹竿的部分肉多 哎 对 你认不出我 这句话说的真对 隔着篮杆都感觉小奇迹可帅了 都感觉他可帅可帅的了 离再远 只要看到他一面 都感觉小奇迹好帅 谢谢你认不出我 谢谢 对呀 隔离视频里面说的 小奇迹喜欢吃竹竿的部分 不怎么喜欢吃竹叶的部分 有呀 我也发 我也发作品了 刚刚也放了呀 小奇迹吃窝窝头啊 哪怕给他窝窝头 有啊 这大胖脑壳 欢迎大家 咱新银直播间的姐姐 能点灯牌的姐姐 点个灯牌哈 点灯牌不迷路 每天都能看到小奇迹 咱直播间 每天都能看到小奇迹哦 也许他是 也许他是也想出来 所以坐在这个门口 来让姨姨们看到他吧 也许 因为竹竿的部分肉多呀 新鲜的竹竿部分肉多 对呀 奶爸奶妈能跟小奇迹 能近距离的展出呀 能近距离的接触呀 牙口好 对 谢谢舍得 谢谢 爱吃什么 对 他喜欢吃什么 就吃什么 对 只要他吃得开心就行 爷爷智秋姐 下午好啊 家里的竹子竹笋是管购的 竹子竹笋 窝窝头是管购的 还有苹果 胡萝卜 这都是管购的 因为他们每一次 我不知道给大家 有没有拍过 每一次他们拉那个竹竿的部分 都有的 嗯 他拉那个竹笋的时候 我们都能看到 谢谢守护 谢谢用户492 肯定想自由啊 谢谢欣宜 谢谢 5156节下午好啊 谢谢陈 好 谢谢你 谢谢你任不出我 谢谢 感谢天交交 谢谢大家 我会注意身体的 没事 每天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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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云霄池那个 云霄池那个号上 发到云霄池上了 嗯 欣宜 下午好 感谢陈 欢迎大家 在导时差 不知道 他现在在 他现在是早上午吃 下午吃 现在不流鼻涕了 大家听我讲话 应该正常了 不流鼻涕了 他就是早上比较冷 早上比较冷 然后再加上 我昨天晚上洗头了 所以早上又有一点感冒 中午晒 中午晒了那么长时间就 然后又好了 又不感冒了 谢谢美丽的天空 谢谢 可可 看现场直播 不要人云云云 看现场直播 小琪琪她就在这里 小琪琪 对啊 隔着窗口 拿了 看小琪琪一个后脑勺 我都感觉可迷人了 都感觉可好可好 可迷人了 不谢不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谢 应该做的 因为看到小琪琪 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快乐 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幸福 每天能看到小琪琪 每天沉醉在小琪琪的 声势容颜中 我就感觉小琪琪 人生都圆满了这种 想把小琪琪给抱回家 是吧 我也想啊 甚至晚上我都想搂着小琪琪那种 午后阳光姐 下午好啊 谢谢山高水长姐的人机票 谢谢 我不辛苦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辛苦 谢谢静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姐姐 谢谢午后阳光 欢迎大家欢迎 对吧 小琪琪可孝顺了 谢谢小婿 谢谢 午阳光 谢谢栽具手 谢谢橙子外婆 没有 没有 没有消息 没有 我想将小琪琪揣我兜里 抱回来揣我兜里 想将小琪琪 谢谢橙子外婆 谢谢 看到小琪琪 过得好 会非常高兴的 是吧 今天还看到小琪琪吃窝窝头了 那么大一块窝窝窝头 她给它炫了 将小琪琪抱回来揣我兜里 对吧 吃得好香呀 谢谢3619 谢谢米屋 谢谢橙花花 谢谢颜龙 欢迎大家 感谢橙花花 感谢昨天而定 因为今天看到小琪琪吃窝窝头 我就特别的兴奋 我就特别的开心 对 有营养 不好吃 但是有营养 那不是一句玩笑话吗 我养不起 那不是一句玩笑话吗 还能真揣我兜里啊 橙花花晚上好啊 感谢小琪 感谢深海 米死个人 谢谢每天想奇迹 欢迎大家 小奇迹今天可棒了 坐在那里 光吃播差不多就 吃播差不多就有 三十多分钟 三十多分钟 光吃播就有三十多分钟 可棒可棒了 谢谢青 谢谢 感谢昨天而定 欢迎大家 对啊 只要小琪琪好 咱们要的是什么 咱们要的不就是小琪琪好吗 不行 我的专科不对口 我现在好后悔 我当时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我就不选择 我就不选择大理科呢 为什么要选择文科呢 我现在好后悔啊 现在 谢谢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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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看的视频少啊 哦 你昨天可能是没看 昨天我也放了 你没看 都想小琪琪了 我也想啊 嗯 妹妹晚上好 小琪琪 这小家伙呀 暂时 嗯 暂时没有啊 暂时因为 需要调养呢 需要调养 需要调养身体的 谢谢我枫叶飘飘姐 谢谢小琪 欢迎大家欢迎 感谢我枫叶飘飘姐 感谢小鱼 这是15分钟 然后她吃了两次 上午吃了两次 第一次15分钟 第二次14分钟吧 选科的时候还没有小奇迹 也是 也是 我要有先见之明都好 但是我没有那个先见之明 所以我选择的是我最擅长的文科 贝尔晚上好 小琪琪现在是站在里面 这个时候是中午 光线太强了 光线非常非常强 光线太强了 所以 看着里面有点黑 都想小琪琪了 我也想呀 我也想小琪琪呀 谢谢深海 谢谢 谢谢上山入水 和和姥姥下午好啊 小燕子姐下午好啊 帅哥在她眼睛 拿来 哦 那个 那个是奶爸 那是奶爸 在里面挺好的 对啊 奶爸 奶爸 然后就是跟小琪琪沟通 蹲在那里 跟小琪琪沟通 给小琪琪拿窝窝头 小琪琪她吃 喵喵下午好啊 她吃 她吃那个奶爸 递给她的窝窝头 而且不用一块一块掰着胃了 她自己吃了 爱人是吧 挺爱人的是吧 木子下午好啊 对啊 奶爸奶妈工作人员 都陪着小琪琪 一天 看小琪琪 看好多次的 我感觉小琪琪应该能听懂了耶 很放松是吧 谢谢小白白 谢谢我景仙姐 嗯 对 因为 动物 动物的本能是很敏感的 然后奶爸奶妈 对小琪琪怎么样 她能感觉到 所以小琪琪才那么信任 奶爸奶妈 感谢秀 感谢我景仙姐 欢迎大家 欢迎 咱直播间的姐姐能 能上粉色灯牌的姐姐 上个粉色灯牌 有人机票的姐姐 走走人机票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对啊 谁对她好 她能感觉着了 因为动物的这个 动物的本能是更敏感的 谢谢红 谢谢 感谢石宴 感谢好人姐姐 多多想不好啊 谢谢方香 谢谢 谢谢安静儿 谢谢安好 谢谢一城江水 她都会说呀 奶爸都会说呀 奶爸奶妈都会说英文啊 但是 既然回到咱们家了 难道不是用咱们家的 语言交流吗 没有必要再用英文 跟小琪琪沟通 应该是 慢慢的让小琪琪 适应家里的这个 适应家里的这个 说话的一个方式 谢谢周珍 谢谢和和姥姥 谢谢